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言归正传 在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讲的题目是完全的保障 关系到神与我们设下的人生的保障 那今天我们首先要结束这个题目了 然后就开始讲新的一个题目 我们的保障来自神在创世之前的计划和拣选 那这一点我们是可以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四节当中看到了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那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的经文 神做了什么呢 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并且计划了我们的一生 这个计划并不是那个时候才有的 也不是临时决定的 而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全盘的计划好了 我们也是这个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神拣选我们 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毫无瑕疵 因此这是一个很高的呼召和目的 要我们以爱在神面前去达到圣洁和无瑕疵的地步 我们只有在神的选择计划当中 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离开了神的拣选 这成就了的不可能是目标的 就算成就也不是这个目标 那跟着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五到六节那说 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一指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你注意了没有 这里又出现了预定这个词 神计划了我们一生要走的路 谁是他的爱子呢 当然是耶稣了 我们留意经文的次序 是拣选预定得名分 那注意得名分也是蒙接纳的意思 神完全的接纳我们 并且乐意把一切的恩惠赐给我们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八节当中 天使加巴列向同女玛利亚问安的时候这么说 天使进去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天使在问候玛利亚的时候 对她说 说她是蒙大恩 蒙大恩的女子 这个词跟以弗所述的第一章里面的 得名分这个词 是同一个意思 主要表明了神的接纳 也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享有的地位 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 并不是站在远远的这个房角的地方 在那祈求神的容忍 不是的 相反的 我们是蒙神大恩的对象 你能相信吗 如果神没有这样做的话 那我们的后果 真是难以想象了 没有安全感 没有保障 这种感受是跟被拒绝 这种问题是紧紧相连的 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的人 都有被离弃的感觉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和他们的消极的经验有关的了 比如说家庭的破裂 父亲或者母亲离去 令他们失去了安全感 没有了保障 因此他们对神也无法完全的放心信靠了 每一个人都需要爱 特别是孩子们 他们如果得不到爱 就会有被离弃的感觉 不但如此 孩子所需要的更是父亲的爱 单单是母亲的爱是不足够的 因为孩子的安全感是在父亲的怀抱里头 另外一个事实就是 孩子并不欣赏抽象的理论式的爱 他们渴望的是很具体的 能够感受得到的外在的爱 因此 单单是照顾孩子的衣食住行 物质上的需要 甚至是供养读书 都不能够满足孩子内心的渴求啊 他们所期待的是 父母的爱和接纳 如果他们得不到 长大之后就会缺乏安全感了 当他们在父母身边得不到安全的时候 他们也会怀疑天父的爱了 因此 在婚姻和家庭关系日益恶化的环境底下 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失落 更加渴求保障了 所以 在我们结束安全的保障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要送给你两组非常美妙的词 第一组是 我们是神预先知道 被神拣选 预定 护照 称义 得荣耀的 另外一组就是 以复所书当中的词 说我们是被拣选 预定 被神接纳的 那今天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呢 你有没有真正花时间来考虑 神为你的生命定下的计划呢 还是你只是过一种表面的属灵的生活 在聚会的时候 高兴那么一会儿 转眼之间 又回到孤单 害怕 不安全的情况当中了呢 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进入神的计划当中 就可以享受神丰富的恩典 神正期待着你 我不能在短短的这个节目时间里头 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 我相信我们可以带领你 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决定是会影响我们人生进程的关键呢 你现在要下的决定就是 承认自己的问题 不管是缺乏安全感 害怕 孤单 缺乏方向 目的 只要你满足神的条件 进入神为你安排的计划当中 这个计划别人不能代替的 只要这样 你才能够找到平安和保障 好 接着下来我们看一个新的题目了 新的题目呢 就是 奴仆的身份 这是一个新的题目 奴仆的身份 我们经常忘记 教母人员就是奴仆的意思 甚至有时候啊 当我们谈到某人是牧者的时候 就以为他是站在一个受人高举的很重要的地位上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 在教会当中 做牧师或做领袖的 其实意味着他是众人的仆人 圣经上用的执事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执事的本来的意思就是仆人 没有别的意思 然而 今天做执事的人 不以为自己是仆人 如果教会的执事都是仆人 那会是多么不一样哦 我们的肉体本性 常常曲解了一些用了形容基督徒道路和执分的名词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的帮助底下 回到一些基本的常识上来 看看奴仆的身份这个主题 那么再论到奴仆的身份 首先我要声明 我并不是要在这个地方设下许许多多的规条 而是谈一种属灵的态度 态度 我称之为奴仆的身份 顺服是一个很受争议的主题啊 有些人赞成 有些人反对 我也理解 因为有些人在教导顺服的时候会很单一 但有一点呢 我认为是绝对的 对每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来说 顺服是一个绝对的命令 这不是指一个特别的场合 而是指一种顺服的态度 那我再强调 这是一种态度 基督徒没有这种态度 性格上呢 就会严重的有残缺了 顺服是做主的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一种态度 不是一个行为 就好像孩子可以在某一种场合底下 拒绝做父母要他去做的事一样的 但却依然保持顺服 叛逆 抵抗 自以为是 傲慢 这些都是与基督徒的身份格格不入的 圣经所启示的神是令人惊讶 超乎人所能够想到的 哲学家的观念 以理性去解释神 但是他们却彼此的分歧 有的认为啊 神是唯一的实在 有的却说 这个世上没有神 还有许多见解 是介乎其间的 然而圣经启示的神 却是一般人类所不能够理解的 除非神借着圣灵把他启示出来 那比如 圣经的第一节就是一个例子了 这里说 神是一位 又不止一位 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在希伯来文当中 这里的神这个字啊 是用复数来表示的 也就是说超过一位的 但创造这个词呢 却是当作单数来用的 那就说啊 神是一位 又多过一位 表面上看起来 这好像是有点矛盾 然而 整本圣经其他部分 却结识了这个矛盾的谜 像我们启示三位一体的神 也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全貌 由神为格的启示 这一点 我要向给你指出的就是 顺服和奴仆的身份 都是神永恒性情的一部分 顺服和奴仆的身份 不是起源于人类被造的时候 而是永恒的 是在创造之前 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 就存在于三位一体的神的本性里头了 并且要存到永远 直到永恒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圣子耶稣与圣父之间的关系 圣子对圣父的关系 是完全的顺服 他持有永恒的奴仆的身份 我们可以从圣经上举出好几个例子来看看的 那第一 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十九节经文说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耶稣在他一生当中 从来不凭自己发起任何的事情 对他来说 一切都是始于神 也就从神开始的 然后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三十节那说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 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耶稣他说啊 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这就暗示他完全是依靠胜负 我们再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那经文这么说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必知道我是基督 并且知道 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 那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 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 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你看到了 耶稣不说一句 圣父没有教训他的话 他没有一件事是凭着他自己去做的 这是圣子对圣父的永恒的态度 好 我们再来看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 第十节 经文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爱里 耶稣借着遵守圣父的命令 常在圣父的爱里 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就是如此的 在永世里头也是如此的 在格林多前书的十五章里头 保罗说到神对整个世代旨意的最高峰 首先他说到 父神要使万物顺服于圣子 他一切的仇敌都要伏在他的脚下 然后他接着说 到那时圣子要永恒的伏在圣父之下 好 我们就来看看格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八节吧 经文这么说 万物既服了他 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 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所以在永恒里头 圣子也要服于圣父 那不是暂时的顺服 而是永远的顺服 顺服使于万古直到永恒 这个认识会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的态度的 我们今天生活这个世代 人们把仆人看作是贬低自己的身份了 除非有人高价的请你吧 否则的话 没有人自愿做仆人的 这种态度与圣经上所说的是完全不相符合的 今天世上的风气已经渗透到教会里面来了 连教会里的人对奴仆的身份的看法也跟世人没有两样了 那么三位议题的神当中的第三位 圣灵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好 我们来看看几段经文 首先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二十六节 经文说 但我要从父那里拆宝会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啊 你看啊 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了 这是因为他顺服了圣父和圣子的差派 然后 约翰福音十六章 是三节耶稣又说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你看到没有 圣灵从来不采取主动 圣子从来不超越圣父 单单凭自己去做事 圣灵也不超越圣父和圣子 凭自己的意思去行事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 耶稣节日就说了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你看到没有 圣灵从来不荣耀自己 他也荣耀耶稣作为他唯一的目标 在教会里的侍奉也应当是这样的 如果侍奉只是叫个人得到荣耀 或者说只是高举某些教条 夸张某些某一间的教会 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这一切都不是出于圣灵的工作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人子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 他的地上一向都是以奴仆的形象来服侍的 那假如你有心成为教会的领袖 那么我就要告诉你了 持奴仆的心态是唯一的方法 在神的国度里头 除非你是谦卑温和的仆人 不骄傲 不固执己见 否则的话 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你高升了 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神的国中称为大 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经文说 耶稣叫了他们来 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那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那弟兄姊妹 如果你想在教会当中为首 为大 那么就必须要做众人的仆人 谦卑自己服侍人 当然了 我要补充一句 你谦卑服侍人 不是为了要为大为首 这是我们做仆人的心态 我们是服侍神 如果我们愿意谦卑自己 在神的国度当中所占的地位的大小 那就取决我们的谦卑程度了 越是谦卑甚至越是我们高升 耶稣不仅在话语上教导我们 如何在神的国度当中成为众人的仆人 他自己也是用行动来加强了他的教训的 在最后的晚餐上 耶稣做了一件人们都想不到的事 也不愿意做得最悲下的一件事 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十三章第五节 圣经记载说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一个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人 要他替人洗脚 那是一件很难的事哦 然而 耶稣却拿了手巾 水盆 走到门徒的脚前 替他们洗脚 约翰福音十三章 十二到十七节记载说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 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拆人也不能大于拆他的人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 就有福了 可见知识并不能够使我们快乐 如果是能学以致用 把我们所学到的实行出来 我们就会快乐了 那很多人知道圣经当中 所写的话语啊 却不会去照着去行 不去做的后果 当然是不快乐了 只有做知道自己该做的事 然后他才会快乐起来的 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末了 有另外的一个场景 是值得我们去仔细看一看的 那这是耶稣复活之后的事 耶稣在地上侍奉人 他复活之后依然服侍门徒 彼得尽管有他的弱点呢 真的显出他是领头的 那领头的怎么样呢 领头是那些别人愿意跟从的人 不一定是叫别人称他做领导的 彼得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 第三节那说 我打鱼去 那别的人呢 也都要说跟着要去 虽然耶稣在生前已经 呼召他们离开打鱼 这个行业去做他的功了 但是他们又回头去打鱼了 打了一整夜 什么都没有打着 天快亮了 有一个人站在岸边问他们 那我们来看看啊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五节 经文说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垂头丧气的回答说 没有 所以二十一章六节 那人对他们说 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找 他们便撒下网去 竟因为鱼太多而拉不上网来 后来门徒知道 那向他们说话的就是主 好 接着我们要来看看 那有权柄 差遣千万天使 复活了的主 又做了什么事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第九节记载说 他们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 又有饼 在那炭火上所烧的鱼 还不是门徒打来的鱼的 接着在十到二十节经文说了 耶稣对他们说 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西门彼得就去 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鱼虽这样多 网却没有破 耶稣说 你们来吃早饭 打了一整夜的鱼 他们是又眷又疲乏呀 现在竟然有人在岸上 煮了一顿热腾腾的早饭 给他们吃 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哦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十二到十三节 这么记载说 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你看啊 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 反而走到每一个门徒的跟前 去服侍他们 给他们饼和鱼 这就显出我们主的性情 他永远是那样的温和 谦卑服侍人 耶稣不仅在地上的时候 做众人的仆人啊 做人的仆人 就是在复活以后 他仍然是服侍他的门徒的 那现在我们也来看一看 使徒保罗服侍人的态度了 圣经当中有许多人 持仆人的态度 这里我们重点来看看保罗 那首先是保罗自我的介绍 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 圣经这么说的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赵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我们注意这里的字句 他的次序顺次啊 保罗首先称自己是仆人 然后才称自己是使徒 也就是说啊 如果不先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就不能成为使徒 保罗的另外一个执事 也记载在哥罗西书的 第一章二十三节 那经文这么说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 恒心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不致被引动 失去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 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福音的执事是什么呢 就是福音的仆人 神实在是祝福保罗 这么谦卑的话和他的态度 那弟兄姊妹 如果你在教会里头是做领袖的 那么你对所带领的人的态度 又是怎么样的呢 你的心里头是不是常常挂念 他们的利益呢 你是不是尽力把他们带到 与主更亲近的地步 使他们的生命更有长进 更能满足神的心意呢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五节那说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那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 那假如在凡事上 我们不能先说 不是我们 那是说耶稣基督 我们就不能真正的高举耶稣了 假如我们认耶稣为主 我们就要把自己放下了 保罗原来是一个自义的犹太法的赛人 他自认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和他的弟兄 那才是神的真正的选民 只有他们认识神 神只听他们的祷告 也只有他们才能够代表神 后来 他就去大马色路上遇见了耶稣 滚下了毛驴 跪在地上 双目失明被人领到大马色 由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来为他祷告 使他的双目重见光明 又被圣灵充满 然后神说 我要派你做外邦人的使者 这些人就是保罗以前 跟他们从来不相干的 可现在他就说 我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 为着耶稣的缘故 保罗心甘请愿的做福音的仆人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